各位夥伴大家好 我是Brian 那我本身是一家世博管理科班公司的创办人之一 那我主要的工作 我先看一下自我介绍 一看有这种自我介绍履历就是大叔来的 我自己本身是专业管理科班出身 那我们公司主要的服务 我们不算新创公司了 我们公司这家是我们创办的公司 那这家普莱资讯呢是专门做PMIS 也就是专案管理资讯系统的公司 这家公司已经27年历史 从这个六年国舰高铁捷运 基本上都是我们服务的客户 那今天为什么我会来呢 主要是因为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团队管理的一些技巧 因为这算是我们公司的本业 我们公司这二十几年来 我们就是focus在带领一些团队 进行一些优化的工作 我自己本身是顾问出身 我们最近几年比较大的案子 像是纽约市环境保护署 我在06年到09年我在纽约三年多的时间 协助纽约市环境保护署 建立它整个专案跟团队管理的机制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 我们的服务都是比较偏中大型的公司 比较多老实讲 可是这几年 由于在台湾这个创业的热潮越来越兴盛 那我们自己有写一个部落格 叫做专案管理生活思维 这边也许有一些 有在场上专案管理类别的可能看过我们 那我们这个部落格大概写了超过八年的时间 因为写这个部落格就认识了很多新创业团队 认识了很多网友 那这些网友常常会来问我们一些专案管理的问题 我们没办法给他收费 因为我们顾问费其实还蛮贵的 一天就好几万 所以只好怎么办呢 他们也付不出钱来 就只好聊一聊 我们就把他们的经验写成部落格的文章 所以这几年我们自己也累积了很多小型团队 怎么辅导的经验 虽然都是做心酸的 不过刚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都有准备影片 我也来准备一下影片 幸好我有准备 这个是1950年这个Mininopolis赛车 一个换轮胎的场景 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是那时候的赛车 好很可爱 注意这个戴帽子的这个老爹 不知道在干嘛 可是他从头到尾在监视着整个工作 然后其他人有人加油 有人在换轮胎 然后还用这个狼头敲 大概这段里面蛮冗长的 总之他们大概花了67秒的时间 67秒的时间 只换了两个轮胎 只换了两个轮胎 然后我换了1分10秒 好总之就敲敲打打 你听到后面的赛车声音 大概过去十几二十六 好他说大概67秒 终于换完了出发只换了两颗 好我们现在马上 这个影片接下来就会到了另外一个时代 2013年F1赛车的换轮胎场景 我们看一下 我们猜大概几秒 刚是67秒 我们猜大概几秒 心里猜一个数字 10秒 多少 6秒 6秒 5秒 好我们看他几秒 结束 4个轮胎全换 这个影片不是最快的 世界纪录F1换轮胎呢 是在2013年 在马来西亚的红牛车队创下的纪录 4个轮胎全换2.02秒 目前没有人打破 一般来说一个成熟的F1赛车团队 超过3秒就训咖 超过3秒就训咖 世界纪录2.02秒 好 为什么要放这个影片 好 并不是因为我们公司是提供换轮胎服务的 各位 这两个换轮胎的场景 适隔了大概60年的时间 请问同样是团队 同样是人 进步差在哪里 差在哪里 差在三件事情 来 就是这三个 第一个是人 第二个是流程 第三个是工具 所有的团队 不管你是大公司小公司 新创公司老公司 传统产业 基本上你的团队要有效率 效率高跟效率低 就是差在这三件事 人 你的人对于整个工作的熟悉度 对于他的动机 强不强烈 对于他相关的这个知识 了不了解 这当然就是人 第二个就是你的process 你有了很强的人 可是你的作业流程没有精进 不行 第三 你有沒有好的工具 注意 刚刚换队开的时候 是叮叮叮叮叮用榔头在敲 2013年换队开是什么 嘖嘖 有没有 这就是工具不一样 然后每个人的process 如果回头 这个刚刚的影片 YouTube上找的 好 你们可以找一下 所有的人非常清楚知道做什么 而且经过百万次的演练 才达到2002秒的成绩 所以人的技术 人整个process SOP 还有工具 是你团队强不强的三大要点 好 三大要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三件事情要怎么样加强 其实是有方法的 基本上 工具这件事情 是比较容易去 比较具体的 比较看得到摸得到的 所以我们就先从工具面来讲 好 今天也有一个团队 讲了一个很好的 这个内部的 这个IM的工具 好 我们自己有在用类似的东西 当你有一个新创团队 你发现 大家目标很多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事情又多得不得了 讯息又满天飞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管理 我们第一个会想到 用一些工具来管 对不对 所以工具 你是要这种简单的工具 或是像这种工具 好 你就要思考一下了 好 思考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关这方面 工具方面的概念 好 这个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这是我们一个客户 的团队工具 看不懂 对不对 很像抽象 我把它放大一点 还是看不懂 再大一点 有一点样子 再大一点 这是一个 专案的实陈网图 这是我们一个客户 他是新竹卫生研究院的 新建工程 这个案子算是我们中型的案子 大概3800多个工作项目 大概200多个人的团队 我们会不会需要到 这么复杂的工具 大概很少 在座很少 对不对 像我自己做过台中高铁 这样整个规划 15000多个工作项目 500多个工作团队 你在市面上看到很多类似的工具 其实对我们新创团队来说 是不适用 不适用 那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工具 这个工具 我个人认为非常好 这是我在纽约的时候 我带了一个七个人团队 我们用的工具 我虽然有能力操作这种工具 可是事实上在大部分状况 我们要的可能是这个 这个东西我给它取一个名字 叫工作产出看板 它基本上就是找一块白板 找胶带把它贴格子 然后买便利贴 用这种颜色 买麦克笔 你就有了一个管理系统 不过这个看板 很多人都用过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诀窍 请你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每一个便利贴 是一个什么 你觉得是代办事项的学校 错 不是代办事项 那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产出误 请各位注意 这是今天的关键字 当你在管理团队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不要去管 今天要做什么 而是要管这个礼拜 要生什么东西出来 这件事比你去管 每个团队今天要做什么 更重要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做事方法 而且他做什么 他今天发了20封email 他今天打了两通电话 跟客户 跟天使投资人 谈了一个案子 这些其实是没有 不一定有产出的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些便利贴 当作产出 你去监控它 他这个简单的用法是这样 这个应该是 这是进行中的产出 这是完成的产出 这个是即将要做的产出 就这么简单 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大家可以试试看 另外 我们又曾经帮一个客户 做过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SwingLang 永道表 这个东西也非常适合我们新创团队使用 它的X轴就是时间轴 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 我建议大家不要排得太细 以周围单位 我个人认为是刚刚好 纵轴是人 这边有Alex啊 Chris啊 Peter Amy啊 总经理什么之类的 里面每一个方块是一个工作流程 线段是前后逻辑关系 这个工具非常简单 来 我考大家 请问Chris在第二周要做什么事情 很好 请问第二周合约准备是谁负责的 Amy 对不对 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是不是很清楚 当你碰到一个团队里面 有一个小专案的时候 我建议你可以用这个来做规划 不需要去做干特图拍成 那个其实反而不实用 这样有这个东西很清楚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那我再问各位 假设你是跨国团队 这张表非常有用 来我问你 假设Alex、Chris、Peter、Amy 总经理这几个人 分别在五个不同的国家 大家彼此不相认识 可是你们要共同开发一个东西 假设你是Peter 你要先认识谁 你要先要到谁的Line 你要先有谁的电话号码 当然是Amy 对不对 因为她是唯一的女生嘛 不是 因为你是Peter 你要做现场收获 谁 你需要Amy 帮你准备好合约嘛 所以这个东西 你很清楚看到你 沟通的重点跟对象是谁 对不对 是不是很清楚 如果我是Peter 我先问Amy 你的合约大概什么时候 可以给我 早点给我 可以先开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可是很简单 你可以用Excel做 你也可以用各式各样其他的 比如说online Google的Excel spreadsheet做 大家可以同时编辑 另外一个版本 变形版 这个版本我自己常用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Google spreadsheet 横轴还是一样是时间 建议可以周围单位 纵轴刚刚是人 对不对 我现在换了一下 这每一个横杆 每一个拥抱 就是一个小project 小project 所以这个团队可能同时 有四五个project在进行 每一个project 它负责人是谁 每一周要完成哪些事情 黄色的代表我们 现在正在进行这一周 了解吗 所以这个工作也很清楚 你知道你现在这几个案子 哪些人在进行 而且做完了没有 做的程度怎么样 然后当你要开 周进步会议的时候 你很清楚知道 这一周应该讨论哪些事情 那为什么有这个红色的呢 红色是Dayline 是每个project的Dayline 是不是很简单 对不对 非常简单 第三个 就是我自己公司常在用 叫Asana 这边应该很多人知道 这个软体 这个软体好像是50个人以下 是不用钱的 我跟各位推荐 这个软体还蛮好用的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团队协作 团队协作的checklist 你可以在这边设 不同的project 每个project 你可以设task task就可以分给 不同的团队成员 所以你把它一打开 你就会很清楚知道什么人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哪些Dayline已经到了 它就会亮红色 这边还有一个Burn Down List 你这一周里面有多少个task 已经被完成 被有上了多少个task 那这个软体我还蛮推荐的 因为很简单 很简单很容易使用 而且50个人以下不用钱 另外这个是我们公司自己帮某些客户发明的 这个东西有个名字 叫JB Speak Table 我们在别的地方找不到这个名字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Jay是我的 Joe是我的partner 那Brian就是我自己 因为他很大一张 我们英俊很大一张 这张表很有趣 这张表是如果你的团队偶尔要负责一些比较复杂的专案 或是你要提案给别人的时候 比如说你接了一个 比如说你自己乙方 你接了一个假方的案子 他要你做一个完整的专案规划 完整的专案规划包含人 分工 时间 钱 人力资源 投入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送出去 上面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它包含这几项东西 专案的基本讯息 Deadline Budget 谁负责的 Sponsor是谁 这边有专案最终的产出 还有哪些重要的Task 这边是责任分工 谁负责做什么 这边是成本估算 这边是时程跟干特图 下面是人力投入 现金流量 他连现金流量都可以做出来 如果你的专案 你的这个Sponsor 他很在意你的Cashflow 这个可以做Cashflow 这边是你专案开始了之后 有哪些问题的Tracking 跟Risk Management 这张表非常好 非常好 所有东西都有 我今天来之前 还在音业达 教他们的Project Manager 怎么用这个表格 他们学得非常快 用得很顺畅 好 所以这边我很快地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一种工具 跟前面都不一样 这个叫做动态排程软体 如果你的专案 真的有够复杂 一般的经验是 大概超过70个Task 你的工作如果 你的专案如果有点复杂 超过70个Task 时间超过3到4个月以上 而且你常常 需要做一些 所谓的Simulation 或是Forecast 比如说今天 尤其是签合约的专案 如果你做了一个 是有一个Contract 甚至有所谓的Delay Penalty 这样的Project的话 你可能要很认真的思考 也许需要一个动态软体 就是所谓的Scheduling Tool Scheduling Tool 目前常见大概是几个 第一个很贵 就是很强 这个叫Oracle Primavera P6 这个是通常大型工程 大型专案 像美国的国防部 波音公司 他们会用这种软体 很复杂 可是非常强 那我自己在纽约上班的时候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大学 刚毕业的学生 不用名校 你会这个软体 年薪200万起跳 年薪200万起跳 所以 不过创业还是很重要 请大家不要为了 这个放弃自己的理想 好不好 好 第二个是Microsoft Project 大家听过 对不对 这个软体相对比较便宜 功能也还不错 如果你的Project有够复杂 超过70个到100多个Activity 建议你去学一学这个 因为它可以做很多模拟 OpenProject 不用钱 可以去下载 Genter 是一个稳费的网路服务 也可以上去用一用看 好 这个是OpenProject 好 这个是 这个是企业级的PMI 像刚刚讲的 Oracle P6 不过这个我们大概看一看就好 如果你的公司 有一天变得那么大 记得找我 好 我知道 我可以帮你怎么导入 好 还有些BubbleChart 这些东西 这就比较复杂了 每一个泡泡就是一个Project 希望各位的公司都能成长到这个程度 好 给新众团队的建议 来 第一 团队的视野 请你专注在最后的产出 而非局部绩效 这点我很想要一直在讲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要讲三次 讲一次就好 请你注意 团队就像是拉拉队接力一样 比如说我们有四棒拉拉队接力 请你尽量不要去 你第一棒你应该跑三分二十秒 你怎么只跑三分这个二十一秒呢 不行不行不行 这样子管理方法会出问题的 一个团队四个人 你应该注重在我们四个人 最后那一棒是几秒 而不要去限制每一个人要跑几秒 每个人你要鼓励他尽量越快越好 因为假设我是第一棒 主管跟我说你跑三 我的教练跟我说你跑三分钟就好 那我心里想我其实可以跑两分半 可是我何必那么累 对不对 我们要注意你要以最后的产出 作为大家的视野的焦点 而不要去绩效去局部优化 第二个建议是高透明度 我们用这种软体的目的 是希望让专案所有的状况很清楚的反馈 哪里有问题 哪些工作大家需要来帮他 因为他delay了 而不是拿来去做个人的绩效考核 如果你用了一个tool 你拿到来击合你的员工 说你怎么那么慢 你看大家都做完了 剩你有一对大半的事项 告诉你下一个月 你的这个工具就会变得很漂亮 可是都是假的 了解吗 所以工具是拿来提高透明度的 不是拿来考核员工的 这个文化氛围一定要建立起来 第三文化的部分 其实呼应上一个 办错绝对不是问题 做得太慢也不是问题 可是掩盖资讯 必须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 需要检讨 你要建立起来的文化氛围 第四工具尽量简单 最好你用的这个工具 是觉得功能刚好不太够 就代表刚好这个东西难度适合你 了解吗 因为我们常常发现很多团队 他都不用工具 就有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 又要用工具的时候 他就要用那个最复杂的最难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我个人认为 白报纸便利贴常常比软体更科学 什么意思呢 因为人是视觉的动物 白报纸便利贴有时候 它的效果反而更符合 我们的生理需求 更符合我们的视觉的感觉 会比电脑更好 好 这是我们大概几个分享 这个是过去大家有听过 某一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他发现我们台湾人 在59个国家里面 有一个东西是排第一 有一个东西排二四 什么东西排第一 全年工时 什么东西排二四 人均GDP 假设你有小孩子 你有一个小朋友 念小学 他每天都非常用工 他是全班最用工的 所以排第一 可是全班六十个人 他每次最好是考二四名 你会不会很生气 我们台湾就是这样 抱歉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懂得 使用好的流程 不懂使用好的工具 我们光有好的人是不够的 流程跟工具 才是把人发挥极致的一个杠杆 最后鼓励大家 要把斧头磨砍数才快 不是拼命砍 所以流程跟工具 希望大家多花点时间去研究 对你绝对有帮助 后续你想要学团队管理专案管理 欢迎你上来 我们的破格 只要Google打专案管理 我们应该是第一个 然后粉丝页 叫ProjectUp 也叫专案管理生活思维 微信公众号 是ProjectUp 也可以加我脸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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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